因為今天是2019年最後一天 我們正在做FREHEAD 希望今年香港人很累很辛苦的時候 就想給一些溫暖和支持和同路人 只要舉這裡拍攝 因為明天有民陣發起的大遊行 也呼籲大家去參加 今年相對緊張一點的氣氛 始終你剛才也看到大家那邊 或者在太子站那邊很多防暴站著 平時都不會見到這個景象 還有本身由政府舉辦的活動都取消了 但是另一方面也看到 其實相對多了很多香港人出來 一起去慶祝 隨席 其實都是一個很溫暖的現象 我想不單止我 很多人都覺得是一種打壓 在遊行之前大家聚集 希望多些人來的時候 就用這個方法 好像檢舉了一些寶徒出來 就可能令到大家 因為我們飛不到這樣出來 未必有 始終都經歷了半年 大家都知道警方的手法是怎樣做 其實市民不需要的警方的恐嚇 大家都會很有信心地走出來 相信 基本上這半年來說 都有很多很大的成長 都是 本來可能 始終政治的事情 沒有去到這麼廣泛 但還去關心 這半年自己都關心多了很多 都知道在什麼情況 大家要去爭取才有的事情 無論是內心和行動上都成長了 新年和大部分香港人一樣 都希望五大訴求 決一不可 以及光復香港 大家都在不同項目 繼續努力 希望不要隨著人 19年過去 這件事就淡淡結束 希望不會這樣 慢慢堅持的話 總會實現 現在這一刻未必見到成果 但是大家都保持著努力的話 總會有機會可以實現到 男王的經歷 有一次在遊行的時候 看到一個十二三歲的妹妹 就在那裡哭 然後其實就 坐在那邊哭 不知道她什麼事 就走過去嘗試了解一下 原來就是在找哥哥 其實兩個都很小 但是很勇敢地走出來 前線去抗爭的時候 但是其實 退後一步 其實只不過是小朋友 當她找不到她身邊的位置 其實都是會 很多擔憂 和不安 那就覺得大家要多些 再去互相扶持 好的 多謝你